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堡垒 那么今天台北股市又创了近期的新低量 各位看一下 哇 量胜3190亿 今天大盘最终是跌7点 但是感觉不一样 我相信有很多投资者感觉今天大盘就是涨 为什么 因为今天台积电跌了4块 台积电跌了4块就等于大盘要跌30几点 大盘只跌7点 所以今天有很多股票跌升的反弹 也有很多好股票开始做一个反扑 那你要分清楚 那上回测标这里是没有改变的 你会说老师你为什么测标这边不变 货柜山雄面板珊瑚 我说还没有破千低以前 我不会抢进 那你会说可是他今天有涨啊 对不对 他今天有涨啊 本益比又很低啊 你在这边玩啊 各位你就在这里玩啊 我说这个低点还没破以前我都不会想买 为什么 因为西坡 A坡 B坡 C坡 C坡没有跌购 C坡没有跌购 所以这个低点有破 我才会考虑啊 带会员进场做短线 否则现在不要去抢 今天为什么长龙会反弹啊 因为阳明解禁嘛 阳明拉 长龙又跳上来了 那请问各位 昨天的融资是长龙有减了一万多张啊 那如果今天你看到长龙反弹 阳明反弹 如果融资大增呢 那明天又挂了 所以不要玩 真的不要玩 好各位 你自己看 这里不好玩啊 没有空间啊 友达群创也是啊 这个低点没有破啊 我也不会玩他 为什么 老师为什么基本面这么好 为什么要等他破底 融资在创历史新高啊 知道吧 我不想赘述了 我测标在这边 你一定可以拭目以待 你一定会看到我讲的话 破坏三雄破前滴 面板破前滴 那个时候大家恐慌 杀股票的时候 我们才会出手 去买这些股票 否则不会 那现在怎么办 买这个 电子无虎啊 各位 拉回量缩减钻石啊 请问各位 量缩是不是谷底 是啊 量缩就是另外一次 起涨的开始 所以你不要告诉我 老师啊 你看大盘 看大盘来 大家会告诉你 你看 这一天大盘 跌破季限 谁告诉你要买 我耶 7月28号还记得吗 16893啊 你都可以上YouTube 去找7月28号 这一天16893 谁告诉你会强弹 就是我 弹了750年 同样的道理 昨天 大家也是告诉说破季限 怎么样 我说不用担心了啦 第二只脚稳稳的啦 要往上弹了啦 要往上弹了啦 因为他在断融资啊 结果这三年融资减了150几亿 漂亮 漂亮啊 目的达到了 好 那为什么上回要告诉各位 电子无虎好买点啊 很多好股票 也是在这一波拉回的时候 回到了第二次好买点 什么意思 来 请问哦 来 我问各位哦 好 电子无虎的第一档叫四星KY 它融资最高所谓5014 五千零十四张 这个地方 股价 对上来在550 好 然后你会发觉到哦 它这一波一路最高涨到700块 来 看这里哦 来 注意看哦 涨到713这一天 713一次 713两次 可是你却发到融资一直打 趴在地上了 那我请问各位 这筹码多安定 你知道吗 这跟台积电又有关系 对不对 好 再来 融资减了41.66% 那因为大盘的拉回 它也拉回 那拉回干嘛 利手这个550 所以昨天呢 昨天第一点566 好漂亮 非常漂亮 那上回第一次就在这里买 这叫第二次买点 好 第一次我有没有在这里买 有没有公开送给你 来 请看 VCR 今天 一样哦 会员你就对抠讯 有篡改任何一个字 我悬赏5000万 我退出股市 36614新KYY放量强攻 就算涨停也不用卖 老师 结果它没涨停 对 它没有涨停 为什么不用卖 这个都超跌了嘛 跌了63.65% 在这个过程我连买都没买过 我连买都没买过 我是在这里买的哦 昨天涨停哦 今天继续涨哦 各位 今天继续涨哦 今天涨5.61% 所以你看到什么答案 KED这里交叉一次 这里交叉第二次 DIF 由黑翻红多久了 这边坐右肩 它就是一直告诉你 我在吃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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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到这个答案 老师 它离记线还很远 指标交叉啦 DIF一直在震温啊 你知道这多爽吗 投资表 当你看完这段VCR 你看到什么答案 我是在这边买的 有没有 你刚才看到VCR 这一段急刹 我一张都没买过 我是在这里买的 买完之后开始标 一直标 你会说老师 啊713 最高点713 你有全数获利出清吗 没有 我的拨断单始终都是抱着 啊你说老师啊 这样很可惜呢 你看它有回来这里呢 它有拉回呢 我反而替各位高兴啊 因为做股票就是这个样子啊 这是你第二次突破的好买点啊 而且你看到为什么 融资减了41.66% 我知道很多人说老师啊 啊你为什么不713全数卖光 然后再买回来 不要跟我事后解盘啊 我很多人都是事后诸葛亮 行情发生过后都告诉你 哇这里卖光光多好 这里再买回来 那我只想问你我买在这里了 我干嘛卖 我的目标在这个缺口呢 我的目标在这个缺口呢 所以我说等待是孤独的呢 可是获利的果实是值得的呢 各位 如果未来你看到它不只破这个713 对不对 连这个缺口都来补 你知道可以赚多少吗 你知道这个拨断单可以赚多少吗 啊这是第二次的加码单 所以你看哦 昨天法人也买啊 你看今天涨不涨 今天涨不涨 今天马上涨回到602了 今天马上涨27块 今天马上涨27块 好再来 第二档要注意的电子股 来各位注意 第二档 第二档 叫莲勇 我知道很多说老师啊 莲勇这一波磨很久哦 对哦 磨很久哦 然后冲上去哦 啊这一天啊 这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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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天叫做7月28号 这一天7月28号我在干嘛 来到16893我告诉你 莲勇 这是多好的买点 对不对 这一天你们很害怕 我除了帮你加大盘转折 帮你抓到了 大家怕说跌破机械完蛋啊 对不对 我说不用怕跌够了 莲勇呢 好买点 然后我7月30号马上公布答案给你看 那结果你们发觉到 哇老师 但是莲勇就这样冲上去耶 来 莲勇就这样冲到582啊 好不容易现在又拉回给你买耶 昨天又拉回给你买耶 那到底上围在7月30号 有没有把莲勇公布答案送给你 来请看 莲勇 8月份他也有看头了 为什么 来注意看 他底部是越定越高 这里呢 543530这里有个缺口 然后呢 540高点 536高点 所以8月份注意哦 他一旦突破这条线 回补缺口 大行情就来了 KD也交叉了 然后你看一下 这是今天的抠讯 会员对一下 是不是7月28号急刹的时候 为什么急刹要买股票 因为急刹就是这一天嘛 各位 惠特这一天7月28号 莲勇这一天急刹这一天 大盘这一天急刹16893 我都在干嘛 狂减钻石 所以才会有这种结局 老师这盘很烂耶 你买492啊 今天收511啊 投资朋友当你看完这段VCR 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 对啊老师 你明明7月30号就有公布答案了 你买在492啊 那天收511啊 结果呢 他短线不是飙到582吗 对不对 你短线单有卖恭喜你 你说老师他没有卖 他又回来呢 回来干嘛 给你再买啊 给你空手人再买啊 所以你看为什么 上半年赚25.74 7月份营收公布出来也让你吓一跳 哇年增85%耶 那请问各位全年赚5个股本 股价是不是很便宜 所以这是第一次买点嘛 7月28号嘛 那现在回来你看记性还是上扬的啊 那请问各位昨天杀到512 你应该很高兴耶 你要很高兴耶 你看今天多少 527了 所以上回说过 拉回量说是让你减钻石的 这些电子物是好买点的 我不会带你去抢什么货柜山雄 面板珊瑚 因为我已经算给你看了 西波还没有叠够 友达群双的融资还没有杀完 融资还在创历史新高 一定会在破前提 大家就拭目以待 不要因为一天反弹 你又跳下去买 你又想当冲隔日冲啊 不要这样招待你的血汗钱啊 你来买这些电子物更安心啊 为什么 有题材有基本面筹码安定 这样看得到未来 多好啊 来再谈第三档 第三档 惠特 也很多人说老师啊 惠特冲上去又下来 那我请问各位 你这里没买的 现在不就是机会吗 当然很多人说老师啊 为什么这里不卖掉再再买回来 对不对 事后来讲都是 都是这么简单啊 啊没有卖就是没有卖啊 对不对 很多人说对啊 明明道琼 标普段是创历史新高台股为什么回来季线 因为他要沙盘赶底断融资嘛 啊他也被拖下来了 好 可是要重点来了 我请问各位 MiniLay 现在苹果 MacBook Pro MacBook Air 都一样 甚至于iPhone 13 各位现在都应用到MiniLay 但是大家都会想到一档股票 叫做金电跟隆达合并的负财投控 3714 对不对 大家会告诉MiniLay要看这一档股票 你会发觉到 他为什么跌那么惨 还没赚钱 还没赚钱 所以我不会带你去买他 你要买的是注意惠特 上半年赚5.06 7月份营收年增146.6% 很漂亮啊 季线是这样 还没大涨喔 所以你会发觉他在攻的时候放量 拉回的时候量缩到不行 那这里有个平台整理区 叫做强力支撑 所以各位 这种好股票 你不要指望什么天天涨停啦 你是要赚一个涨不停 一个大波段 而且这个大波段是这个高点 一定会过 今天就涨一块 各位 今天就涨一块 今天就涨一块 你说老师225 未来的日子会不会过 会 会 你给他时间他就给你空间 因为你买这个 你会发觉 接下来9月份 9月份 苹果新机推出来 iPhone 13出来了 你再看他会不会再去冲 再去创这个高 对不对 又有基本面 各位又有基本面 7月营收又年增146% 季线又是往上扬 绝对比你现在去抢货柜山雄 面板山虎来得好 我在这边还是要再一次的强调 面板山虎货柜山雄 还没有破前提以前 不要乱进场抢 你不要想老师我抢短 你不要抢不到 然后结果被套 那很危险 因为他的西坡还没有跌够 然后呢 友达群创 融资都还在历史新高水位 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 你宁可好好的买这些好的电子股 然后迎接 9月份 苹果新机推出也好 很漂亮啊 好 再来再来 亚光 老师啊 亚光从101打回到昨天81 可以买吗 我告诉各位可以买 为什么 注意看 从101跌到昨天81跌了19.8% 可是融资减了23% 融资减肥幅度大于个股跌幅 好 这里有个平台 昨天就回撤这个平台整理区 那不就是机会吗 好 再来 上半年赚2.44% 这是14年来的同期新高 亚光做什么 大家都知道嘛 车载镜头 影像感测器 再来 LIDAR 光达 各位 车用 这是绝对很夯的 夯到不行 而且这是14年来的同期新高 那你说会不会涨 这种股票就是给你第二次机会啊 拉回来 回到这里 你不买 你看今天它涨不涨 今天涨4块 涨4.9% 还找得很耶 各位 像这种好股票 它回来这里 起涨区 下一次再过 101就过了 所以为什么上回告诉各位 拉回量说干嘛 减钻石啊 买电子无虎啊 现在讲了几档了 四星KY一档 联友一档 惠特一档 亚光一档 四档了 来第五档是谁 各位 第五档是他啊 昨天是不是告诉你 你今天都还有125以下可以买 明天最后一天 错过了明天下礼拜 你就买不到125了 你就买不到了 所以呢各位 我请你不要去追 不要去抢货柜三雄 面板三虎 你来买电子无虎 未来要赚这一段 未来要赚这一段 这样不是很好吗 等下礼拜我会公布答案 明天你还可以买 明天最后买点 明天买完 我没跟你借了 因为下个礼拜它开始要发动了 我筹码算好了 下个礼拜要发动了 所以请你把握各位 88捷合你的最后买点 把握失防标股达证班 各位 这档会让你赚很大 抢到前五名 尚未亲自帮你做资金规划 请你务必好好把握 抢速度 利用中场休息时间把电话拨通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休息片刻马上回来 金牛细年来 亚洲投顾祝您发大财 也会传在你的手机上 然后邓老师同学会的影片 也会传到你的手机上 包括运通财经台 晚上九点半到十点的 一样也会传在你的手机上 那如果上回去上特别节目 一样会直接上传在手机 所以你是上回的好友 赶快加入 赶快加入 好那最重要是什么 现在大盘大家都很担心 为什么 从18034跌到这里16893 这一天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只有我算给你看 我说啊大盘从15159涨到这里 涨了2875点 然后回到这里 跌了1141点 跌够了 所以会强弹 结果一弹弹了750点 好那接下来又回来了 回来到这一天 大家都一直在看什么 看这个 大家都在说看 哇老师啊 季线跌破了啦 这个也是季线跌破了啦 你现在还是在担心说要季线跌破 不用担心了 这季线跌破是弹750点 这季线跌破 还是要弹啦 为什么 那季线是上扬的 是上扬的 然后量缩了 量缩了 量缩代表什么 量缩代表是谷底 量缩代表是另外一波起涨的开始 多好啊 你什么时候看到量缩是头部的 没有啦 台北股市几十年来就是这样 量缩一定是谷底 量缩一定是另外一波起涨的开始 这是针对大盘而言 可是针对个股就不一样啦 为什么上回告诉你 你现在看季线你说啊老师长龙 哦 哎 长龙为什么今天跟着反弹 可是你们发觉你 在大礼拜一抢反弹棒棒 被修理两天 今天这样小反弹你就很高兴吗 啊为什么今天会小反弹 因为今天阳明解禁啊 你看阳明一解禁马上爆出三十一万张 我最担心的是 这些当冲客 今天这个三十一万张是不是又是短线当冲客呢 如果是 他明天又没行情了 懂吗 这个我最怕就是这一种 为什么 因为筹码还很乱 然后最重要是什么 各位 最重要是我告诉各位的 这个C坡的跌幅 有没有 这个C坡 A B C 这个C坡 A B C 这个C坡的跌幅都 比A坡还小 所以没有跌够 你不要被这样假象哦 又跳下去抢 结果呢 明后天蹦一根就杀下来 你又被套住了 你就有连环套 所以为什么上回撤标这边 我们不会撤的啦 我告诉你货柜三雄面板三五 破前低 你再来考虑 什么叫破前低 各位 这个啦 破这个前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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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有达群创 破这个啦 破这个前低啦 破这个前低啦 你会说老师 这些股票基本面对好到不行 对好到不行 可是筹码乱到不行 然后当创客太多了 有达群众融资都创历史新高啊 然后货柜三雄西坡 主跌断 跌幅不够 然后筹码凌乱 法人一直站在卖方 你不要看他买一天你就很高兴啦 你要看整体啊 从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到八月都在卖 这就是我看到的隐忧 因为你会陷入基本面的迷思啊 老师基本面好到不行 我知道啊好到不行啊 可是好的买点在什么时候 在他西坡跌够了 破了前低 那个时候大家不想买了 大家害怕了 融资被断头了 诶 那个时候我们就准备要来低接了 我们就准备要来买了 为什么 因为高档A B C下来 我们完全连碰都不碰 对不对 而带你去布局车用电子 不是飙了一波 高档还带你出 那你现在要买什么 先来赚电子五虎啊 我刚才跟你提到的 四星KY 莲友 惠特 雅光 各位 有题材 筹码安定 第五档 这个明天 最后买点 最后买点 你会说老师 雅光你看今天就涨四块了 没有人叫你追 我只是公开 我买的股票 我只是公开给你看 我为什么选它 每一档股票有不同的题材 最重要是筹码安定 最重要是产业前景你看得到 对不对 那这档股票呢 很多人猜到了 我知道很多人猜到 恭喜你 但是你要敢买啊 一二五以下都是买点 你要敢买啊 因为它很好猜 而且各位 它的题材更懂 什么意思 我举个例子 好来 现在今天很多人会告诉你 新唐 是吧 MCU嘛 MCU缺货对不对 它跟它有关 但是呢 它获利比新唐还好 它获利比新唐还好啦 新唐一三六啦 你可以买在一二五以下你还不买 它获利比新唐好嘞 你看哦 新唐第一季 上半年赚三点零 三点零七而已 这一档赚比它多 股价比它低 所以我说明天你还可以买在 一二五 一二四 搞不好运气一点 一二三 可是各位 错过明天没啦 没啦 下礼拜一就没啦 下礼拜一我也不会让你买啦 因为它很有可能就蹦上去了 上去了 我干嘛给你买 对不对 万一涨个半根停板 或一根停板 我不要你帮我抬价 你抬不了价 我要你把握明天的最后买点 赶快买好 下个礼拜 人家一定帮你抬价 为什么 哇 跟新唐比价就好了 跟新唐比价就好了 它就有的涨了 而且技术形态呢 未来要涨这一段啊 上回说过啦 你给它一个月或两个月都没关系啦 好不好 一百二十几块的股票 它如果涨五十几块 你为什么不要 有多少买多少啦 好不好 来 私房标股达正班 抢到前五名 上回亲自来帮你规划 请你抢速度好好把握 也祝各位同学 操盘顺利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